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來到這個 《寧寧哲詩》劇場的這個 我現在都不知道該叫什麼 講座就好 節目就好 節目最終性的節目 主要是想跟大家講一下一些哲學的內容 講一下劇本的內容 講一下劇本如何帶出哲學 哲學又如何走到劇本或劇場 整件事跟一個文本的展演計劃有關 就是哲學文本展演 其實總共有四個題目 今個星期已經來到第三個題目 即是這個星期第三個星期 第一個星期講哈維爾的活在真相 第二個星期講沙特論社作本質 講沙特的劇本 今個星期就講這個 卡維爾的哲學 以及講卡維爾的劇本 題目就是人生真荒謬 以及他的劇本誤會 在我們進入今天的節目的哲學討論內容之前 先介紹一下自己 小弟就是羅建 如果上星期有看到的就已經見過小弟 在我身邊這一位就是 我們都相熟 我們都認識了很多年 是老友來的 我有些什麼哲學問題都要請教的 就是Dr.Lo 盧哲雄博士 大家好 Dr.Lo在中大哲學系做這個高級講師 同時也是實踐哲學學會的創會人 做很多不同類型的 我都叫普及 把哲學推廣 普及的一些活動 今天這個題目就是人生真荒謬 我講卡維爾 還有講一個劇本我自己 都很有 叫做什麼 有冤緣 有緣分 就是誤會 為什麼呢 小弟在兩年前的 導演 石士課的時候 就導這個戲做這個石士的畢業作品 所以今天特地穿回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上面有個法文 當時我就選了來做這個劇的那個 本來這個名字真的是這樣的 原本有英文的 英文就叫做The Misunderstanding 小弟就覺得在美感上 實在有點難以接受 叫做The Misunderstanding 選擇法文我覺得好像有型 有型很多 有型很多 但是到底這個字怎麼讀呢 我到現在都是不懂的 我純粹覺得看下去 怎樣也有型過The Misunderstanding 所以穿回這件衣服 配合今天這個主題 我們講卡維爾 又講誤會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題目呢 這個題目就是很多人講的 但是我覺得很多人講得不透徹 還有很多講錯的 哎呀 也很怕 我也怕自己以前是講錯的 就是那個理解得不夠全面一點 不可以說錯的 因為有不同的詮釋 是的 所以就趁著這個機會 既然你做過這個劇本 做過一下 做過一下 又是卡維爾 講荒謬最對 是的 所以就 這個是人所共知的一個差不多 連歌都可以唱 是嗎 是的 就是講這個所謂西西佛的神馬 哦 是的 就是 他有一本很出名的著作 是一本很出名的著作 是 短篇的 是否以哲學的文本來講 這個是他最出名的一個 你可以這樣講 當然 講為人知 當然他比較短 是 而且故事很吸引 就是那個感業力很大 我嘗試看 坦白說我也覺得有兩分難看 他有一點難看 但是他的故事就很容易理解 是 是西佛詩的神話 是的 就是那個比喻 那個比喻就很突動 就是很生動 很準 很有實感 是 但是他最後自己加上去的一些評論 嗯 就是關於西西佛的命運 嗯 就令到人覺得很廢解 是 尤其是最後講他 我們必須是想像 這個西西佛是幸福的 是 這一句是所有人去理解這個故事的時候 都覺得 啊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 以西西佛詩 如果我們知道 待會再講 給你聽吧 賣住關節先 如果你知道神話 是這樣的 是 你很難想像到 得出卡尼奧的結論 就是告訴你 你應該要想像西西佛詩 他是應該快樂的 很開心 很開心 很快樂 那究竟那個吊鬼位在哪裡 沒錯 為什麼可以令到我們 就是叫做什麼 豁然開朗 就是重新看看 原來這樣的生命 都可以是快樂 是 原本應該 一般人都講到他痛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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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給眾神的懲罰 嗯 那 這些神很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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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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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不同 就是我們平時想懲罰 事務所說 一定有一些皮肉之苦 或者鞭打你 或者是 燒一下你 就是我們一些地獄的想像 燒一下你 鋸開你 也不用身體如何特別 哪有 又碰錯 那種 沒有受傷 是 但是只是這樣 這個懲罰 想罰他什麼 其實是很好的問題 第一點我們要注意 有些人認為懲罰一定要辛苦 出了汗 飆了血 打到你爛爛爛爛爛 其實這個故事你可能說很辛苦 是大石來的 推的時候要鞠盡肌肉 我看到一些畫都很漂亮 頭筋 頸筋 什麼都出來了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改一改一個情節 如果你把大石變成什麼 好像煉身啞鈴那樣 那會不會令這件事情沒有那麼荒謬 不斷改 舉完放下 推小一點的石頭掃 推小一點 推小一點 但又有污漏回來的 然後很輕鬆的推回推 你會不會覺得我因此就是什麼 為什麼呢? 沒有那麼荒謬 沒有那麼荒謬 很享受 因為不用那麼辛苦出學 其實都是很荒謬 為什麼呢? 聽起來好像簡單了 一個問題就是 你簡單的東西 好像你教書一樣 重複做 學生都是什麼呢? 上完課堂也是忘記你教的東西 是 我們都是西西佛 是 會不會因此而沒有那麼荒謬呢? 都不會的 我們都是想快點結束這個 什麼時候才不需要再推 又重複而又沒有什麼 就沒有效果 就是你要問 推來做什麼 對 為什麼 因為推上去 你說建一間廟 或者什麼呢? 就是石頭作為一個信號 讓人看到這個山上面 就會有石頭的山頭 是 那就是這種 又或者那個信號就是 那你們不要戲弄些諸神 要不然下次佛哥仔 都做了一種 都有 就是我都出來叫做 都是一些貢獻 對 一些貢獻 就是大家不要再做錯 他就推過石頭 是 然後再撈到腳 是 然後再撈到腳 是 然後再撈上去 是 無論有石頭其實是什麼 你想像是幾大幾小都好 是 永恆重複做這件事 是 但是這件事 是完全沒有任何成效的 是 那我們就覺得 就會什麼 會問 做來做什麼 是 有什麼意義 很無謂 我們就叫什麼 叫Poinette 是 即是你做來什麼 沒有Poin 是 但是你要永恆重複做 又不能不准他被罰 又不能不准他 又不能不准他 所以 這個眾神的懲罰 這些程度就是這裡 他就要你永恆重複做一些 沒有Poin的事情 所以不是辛苦 有些人說 很辛苦 不是 如果想像他做得輕鬆都沒有問題 是 都是沒有Poin的 是 都是沒有Poin的 我想這個都幾 即不是肉體上的痛苦 是的 那問題就是不是肉體上的痛苦 真的不是肉體上的痛苦 精神上或者 精神上的一種痛苦 因為你 其實 最初推沒什麼 我猜是 實際上一個很輕的食物 可能是塑膠做的 都不懂 塑膠做的 白寶膠做的都可以 你說他推氣球都可以 是推氣球都可以 不過就很難誤制 推一推一推 總有一天 三四天 一個月之後 那怎麼辦 你會問 你罰我打石仔 都好 可以打完之後鋪馬路 是 但這個真的 推完之後 就是 真的不知道為了 做什麼 就是再推過 為了 即是等於現在的人 上班就為了放假 是 那放完假呢 為了上班 是 那上班做什麼 是 是 放假 是 那你不休息 那你這麼辛苦上班 那就要休息一下 是 那跟先生不是差不多 那就是無窮地重複 是 去做一樣事情 但到最後就是什麼 沒有結果 就是在做什麼呢 是 之外呢 在這一點上 我們就透露出一個 這個故事的重點 就是 西西佛這個懲罰 就是 假設 西西佛這個 以後的人生 就是這樣 是 是 那是一個荒謬的人生 就是 這樣去生活 是不是荒謬 沒錯 可以 不可以 是 這個 這一點 就是正正 我們需要解釋的 是 所謂 他們要說 西西佛是荒謬的 它叫荒謬的英雄 Abstract Hero Hero 我們還沒說 先說他Abstract 你這樣說 立即好想問 為何是Hero 對 他是Hero 很有趣的 箭頭就搞定了 大概是Abstract的 就是怎樣可以用 所以以肯定 西西佛這個推石頭 是一個荒謬的生活 現在你要解釋 為何是荒謬呢 為何是荒謬呢 我們就要區分 即是職務家就要區分 是 有Abstractity in life 是 有Abstractity of life 哈哈 Peposition又來了 又來了 又來了 就是學習 學習了一點 學習之後就是這樣 就特地搞這些東西 一個of 一個in 搞到頭也搞到 卡蜜就說 西西佛是Abstractity of life 是 就不是Abstractity in life 嗯 甚麼意思呢 Abstractity in life 即是在你生活之中 是 發生一些事情很荒謬 OK 例如 你結婚的時候 要宣誓 是 很莊嚴的 是 是 但突然間 你那條褲的褲頭扭鬆了 整條褲掉了 很荒謬 很好笑 是 是 是因為那條褲頭扭鬆了 突然間有些不莊嚴的東西出現了 是 有一個confrontation 是 很多時候的喜劇就是這樣 是 就是捕捉製造這一種confrontation 就是莊嚴的過程底下 然後有一些滑稽 是 很不莊嚴的情形 是 是 但另一種呢 亦都跟我們現在這一種西西徒有關的 是 就是甚麼呢 就是你覺得 你做的事情 嗯 是 拿來搞的 嗯 是 自己 打自己做罰的 例如你可以想像 嗯 有一批囚犯 嗯 那麼這批囚犯呢 就有兩 組人 是 有一組就負責 去掘地洞 嗯 那就掘掘掘掘 嗯嗯 那麼就日子開工 嗯 那麼晚上呢 另一組的囚犯呢 就負責填一個洞 哈哈 哈哈 那你覺得 嗯 想怎樣啊 這幫人 想怎樣啊 想怎樣啊 就是你覺得 很荒謬 是 就是你掘洞就想走 是 那麼另一幫人就走去填洞 是 然後他就說這兩幫人在那裡互相合作 哈哈哈哈 成在一件大的事業就是 掘洞和填洞 哈哈 一個粒一個凸 哈哈 就像西西西徒 是嗎 是 是 Ponet 是 那即是如果我們將這個所謂Ponet 嗯 和這個Confrontation 是 的Abstract的意思 應用在整個人生上 是 那就產生這個所謂 Abstractity of Life 嗯 生命本身就很荒謬 整個生活 整個生活 都是荒謬的 嗯 就有兩個意思 一個意思就是 所謂 Confrontation 是 就是有兩個不同的要求 嗯 或者是這個性質 是 在衝突 是 而那兩個性質 在要求很相同 是 要不就是什麼呢 要不就是你整個人生所做的事是Ponet 是 沒有 沒有任何的 即是 能夠達至任何重要的效果 嗯 你講到這裡 我突然想起 即是我做這個 即是當年要做這個誤會 都要做一些資料搜集 都要看一些監獄的書 雖然 未去到要看哲學 看得那麼刁鑽 你多多少少都要明白 Carmiel到底在想什麼 是 很有印象就是 Carmiel當時提出一個電話 人不荒謬 世界都不荒謬 是 人和世界在一起 這兩件事就很荒謬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絕 因為我一直以理解的就是 世界很荒謬 世界很荒謬 不是世界很荒謬 或者剛才我們說 Absurdity of Life 就是人的生命很荒謬 但Carmiel最絕的位置就是 人不荒謬 世界都不荒謬 人和世界走在一起 才是荒謬 這個 Dotalo又可不可以跟我們 順著這個 我突然打拆了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見解 他沒有見解 當然就是表示 他有一種 我們稱之為 存在主義對於人的理解 是 存在主義對於人的理解 就認為簡單一點 就是人之所為人 就是有自覺意識 是 石頭沒有 是 桌沒有 筆也沒有 筆也沒有 即是說 我面前的這一瓶水 是 他不會介意給我 放在這裡 是 展露他的赤裸的銅碑 是 為什麼不包著他穿上衣服 是 金玉酸 他才看通了給人 是 這瓶茶沒有這個問題 是 他不會在意自己 嗯 究竟是透明地拿露他的那個液體 還是要包著他 才比較 在這個公眾場合 比較體面一點 是 他不會在意自己 因為他沒有剛才你說的 自覺的意識 即是他不會 認為他自己的存在 是一個他在乎的事情 但是我們就會 但是人都不同 是 我們會 為什麼要穿一件衣服 今天都特意穿這件來 我想鬆一點肌肉 其實我不介意 你不介意 我介意 我在乎 那就是說我會 穿不穿衣服 起碼你喜歡看 但是其他人未必喜歡 是 所以在這點上面 我是會aware 會有覺知 是 我自己 應該用什麼服裝 嗯 用什麼姿態 甚至我們現在對著鏡頭 知道要出街 說話的用詞 都有兩分不同 當然 就是不可以 就是初恋 是 一定有這種自覺 一定有自覺 是吧 所以 卡茂在西佛詩仇碼裡 他也說了 這個仇碼是悲劇 嗯 但是因為什麼而成為悲劇呢 是因為主人公是有意識的 如果假設我們順著卡茂的說法去想一想 如果那個推石頭的人 是 其實他應該沒有意識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好像一個機械人一樣 連被人在罰也不知道 推石頭也不知道 連自己叫西佛詩也不知道 總之就推石頭這個動作 但是又發生了 是 其實應該沒有痛苦 沒有痛苦 沒有意識 沒有意識 但是那些工人不是經常都覺得自己是悲劇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意識 覺得自己慘 是 因為他認為 每個人都要上班 嗯 沒有工 沒有石頭推才慘 有石頭推就不慘 尤其是今時今 現在這個疫情 很多人都可能會失業 寧願去推石頭 尤其是沒有石頭推 我寧願去推一下 所以他平時不會覺得上班是悲劇 是 所以在這點上 唯有關心自己的人生 嗯 是究竟有什麼項目 才會有這個所謂的相對 即是說我現在在做什麼 是 為什麼做來做去都是 什麼都沒有的 就算有也不知道有來為什麼 有時候反過來 就不知道為什麼 見了為了的感覺就是什麼 多你一個不多少 你又不少這個世界 是 不過只不過多了 就是在推石頭 多幾個石頭 這個世界少幾個人推石頭 沒有什麼 是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荒謬的地方 你說到這個 我又想起 當時做資料搜集 又是有一個令我 即是很 很有印象 我記得好像都是在看《西斡施神》 裡面的一段一段描述 裡面大概是這樣說的 就是 就是 很多人呢 他人生裡面就是 重重復復 形形 他都說得挺仔細的例子 星期一就上班 清洗臉 然後就坐車 然後就放工 放工回家 再開始煮飯 然後晚上 晚上就起床 然後就睡 第二天就起床 然後又重重重復復復復 他好像沒有事幹 沒有問題 開場沒有問題 他說最大的事情是甚麼時候 不知道為甚麼 突然間 有三個字中文 中文突然補了三個字出來 就是為甚麼 為甚麼 為甚麼做這些 為甚麼我會在這裡 為甚麼我願意做這些 為甚麼 而最慘的就是 因為我也要搞起 當時我就 配合我前面說的 就是人不荒謬 世界不荒謬 人和世界放在一起才荒謬 那件事就是因為 我作為一個人 我問為甚麼 其實是一個很理性的問題 沒錯 但是當我問為甚麼的時候 然後我想找的答案在哪裡找 我在世界那裡找 我試試再喝多點水 賺多點錢 多認識幾個朋友 多點讚 我就在這個世界裏 找這些東西 希望在從中找到那個 為甚麼的原因 就希望找到一些原因 我們一腳做這些 但是慘是慘就是甚麼 他想說那個點就是 其實世界不會回答你的 你問錯對象 你問一個不會回答你的世界 這個這麼深的問題 所以你倆一撞在一起 特別是人想在世界裏找到原因 就錯了 沒錯 一定是變成一個很 其實更加迷了 這一點你覺得很適合 他貿易就是正正想說 這個所謂人生的方法 是的 就是我們的合理要求 但是就遇上了這個甚麼 無理的世界的程序 是的 就是說你問極這個世界都沒有反應 他就繼續轉 它是silence unreasonable silence 就是說甚麼 就是這樣 是的 你說老闆沒理由 又要開工 又不懂我即性格 你那個賊仔 世界就是這樣 世界就是這樣 是的 你才會覺得很不公義 世界就是這樣 最慘的是人又會想問 他又不會改過 是啊 又是這樣問下去 最慘的是我們人 有時候很想問 我們經常會有一種 實言和應言的問題 世界就是這樣 就是實言 世界本來就是這樣 但我們又想問應言 就是問 世界是不是應該是這樣 似乎不應該是這樣 那這裏又是一個荒謬 就是一個荒謬 就是那個悲劇性在這裏 是的 世界不應該是這樣 我們經常都想說 是的 世界不應該是這樣 但是你又看到這些發生的事情 都是 那些我們最覺得不應該的 就是不應該的就發生 但是那些不應該的東西 就是那個實言 那個世界是真的這樣發生 所以那個荒謬感就是這個 是的 那個荒謬感就是這個 但這個世界本來就是這樣 是的 它不是生出來 它這個世界的運作 不是設計出來 符合你的要求 是的 這個人說的 沒有世界就是這樣 是的 是吧 那 那 不過你的世界不是這樣 你有這樣的要求 但世界就有一個 殺人 就有一個沉立回應你 是的 繼續你這裡上班 即是這個世界以讀不回 那一刻也是很久 以讀不回 沒錯 這個世界 以讀不回 它不回你 那你就真的動揚 就好像靠自己去問 但是自己又不懂得解答 即是意見接受 做法接答 是的 世界繼續轉 都是這樣 那科目感就是這裡 但是 在卡妙的眼中 西西佛始終跟那些工人不同 是的 他是這個反叛的人 嗯 即是說在這點上 西西佛跟一般工人不同 嗯 他是清楚意識到自己的名言 嗯 他有清醒的意識 是 而且清醒的才是痛苦的 因為他是清醒地知道自己做的事是沒有任何成效的 但是他繼續做下去 這下又真是好事 那這下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位置 是的 就是那個所謂Hero 我明知沒有什麼意義 但我仍然繼續做下去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或者我知道沒有結果 沒有結果 我欣然接受 這個就是世界本來的樣子 就是你這個所謂欣然接受的那個欣然 是要好好的地方 是 你的所謂欣然 是帶著一種什麼的態度 嗯 是無可奈何 正所謂 硬吃 笑著又做 是 哭著都是要做 是 那不如笑著做 嗯 這個不是 Hero 是 沒有人會以為這樣是Hero 是不是 是 你認命 還有你沒得選擇 你沒得選擇 因為現在全世界沒得選擇 是 你怕嗎 不要怕 是 笑著做 笑著做 那天 哭著那天 不如當然笑 是 這個不是西西佛 如果西西佛是這樣 不是英雄 是 只是狗熊 是吧 嗯 所以 西西佛之所以是英雄 就是 他繼續搬石頭 但是他的內心是怎樣去詮釋這件事 是的 是很重要的 是 這個搬石頭是命運的 這個是真的 嗯 因為他沒得選擇 是的 這個是程度 所以他繼續搬 嗯 是帶著一種 滅視的態度 藐視他 藐視他 所以 卡米爾說 他說什麼 不存在藐視 戰勝不了的命運 哇 命運安排又如何 可以藐視他 是的 這個藐視不是劈牌 不要劈牌 是的 我繼續推 而且推得更認真 我認真是推 是 我不是卸推 是 所以他要笑著上班 卸做就可以了 是的 來面也要回的 卸做 平時偷下雞 是吧 老闆不在 那當然是上網 看閒網 這樣 所以失分不是 是 老闆要10分 我做了10分給你 雖然之後 最後都退下 最後都是罵你 都沒關係 都做 我認真做 但是這個認真是帶著什麼 藐視的態度 我明知是痛苦 是的 推石頭是無嚇 是的 但是我很認真投入推石 是表示一種什麼 對命運的藐視 用不妥的命運 是一種反抗 是一種反抗 不過是用認真地推石頭 來去反抗 所以呢 西西佛 在卡妙眼中是戰勝了命運 嗯 他的戰勝命運 不是不需要推石頭 他是繼續推 但是他的繼續推 是正好表示 忠神懲罰不了我 忠神想著 他這次你還不死 是啊 天天在這裡推 推來推去都沒有 你意識到就更正 是吧 你痛苦一輩子 嗯 最壞的西西佛是不死的 是吧 就是永世都痛苦 所以他說不是 我推得很 dry 為什麼 因為我每推石頭都是表示 反抗著你們 到最後其實可能是 那些諸神被他懲罰 回頭都不知道 沒錯 就是你想罰我嗎 罰不到 好 罰不到 是吧 因為罰不罰到我 不是因為取決於 需不需要推石頭 是 而是取決於我的內心 其實是一種心態 沒錯 但是一種心態很特別 是 因為心態可以有求先那種 是 就是認命 是吧 然後就是什麼 斜推 是 是吧 是 無可奈何 是吧 硬吃 硬吃 是吧 沒得了 但是 西西佛不是這樣的 是 西西佛是 要戰勝這個命運 是吧 嗯 戰勝這個命運 就是要 將這個推石頭的活動 變成為他的幸福快樂的活動 哇 這件事很高 這就是他的高的地方 是 所以在這個上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荒謬的英雄 他會對命運說 是 反而不是說不 不是說不 我不會拒絕他 接受他 是吧 但是我可以蔑視他 我可以看不起他 我可以對眾誠的懲罰說 so what 我覺得你的so what 另外兩句 如果用廣東話 可能那個全式 吹什麼 是 吹什麼 我是吹 喜歡吹 喜歡吹 吹得很happy 是吧 而這個happy 是在哪裡 就是因為我透過推石頭 來去對你們的所謂懲罰 表示一種抗議 表示一種反抗 所以在這點上面 卡米歐說 西西法是英雄 雖然荒謬 是 聽上去整件事都是什麼 他真的要推的 是的 但是他是英雄 不是狗熊 不是普通人 所以在這點上面 我們說 必須想像 西西法是幸福的 因為他內心的心態 對於推石頭這件事 沒錯 他不覺得 他因為他的自覺意識 沒錯 他雖然知道自己是被懲罰的 即實際上是被懲罰 但他心態上不將自己 看為被懲罰 沒錯 甚至乎他心態上看為 我繼續這樣做 但是我實在在做了一件事 我藐視你 沒錯 即是說他的行動的意義 完全改變了 是 即是再不是一種懲罰 嗯 或者再不是一種 逃不掉的命運 甚至乎他有一種 原本是被懲罰的 變成很主動地 主動地去對抗 是的 的一種活動 所以他的活動本身 都變成那個意義 不是懲罰 是一種抵抗 是的 所以 當這個故事的結尾 是吧 嗯 他說西西法爬上山頂 要進行的鬥爭本身 就足以使一個人心裡感到充實 應該認為西西法爬是幸福 這一點就完全明白了 就是什麼 他當這是鬥爭 嗯 這個鬥爭的全心全意 是跟諸臣鬥爭 嗯 所以他推薦是一種很充實的活動 哦 不是你外人體 咦 飆了汗 咬牙筋 很辛苦捱下去 不是的 嗯 它是一種鬥爭 正正這個鬥爭 由pointless 變成有point 是的 它不是一個抗爭 不是 它不是一個純粹主觀的態度的改變 是的 所以有些人認為 幸福 為什麼幸福 因為主觀心態不同 嗯 就是走回主觀的 你覺得你做的事開心就行了 做什麼都可以開心 只要主觀變化就行了 這個就是我覺得 解釋得不得透徹 對於西西法神話的錯誤的觀點 它不是純粹說 幸福是主觀錯誤 因為我剛才說主觀可以用什麼態度 氣族的態度 認命的態度 是 是 你也可以說 只要你感覺好就行了 嗯 No 為什麼你感覺到好 有些事情你感覺不到好 你就硬說是感覺好 是 西西法神為什麼能夠說到他感覺好 它有point 那個point在哪裡 那個point不是 在推石頭會有什麼的果效 嗯 而是推石頭本身的活動呢 嗯 是有point的 嗯 因為它將這個推石頭的活動 解釋成為一種有什麼point的活動呢 就是對諸神的反抗 嗯 嗯 對命運的抵抗 這個是什麼 這個價值不是主觀是客觀 嗯 因為我們都認為 英雄 嗯 就是要不低頭 是 英雄就是要什麼 不屈不扭 嗯 英雄就是什麼 面對壓力 甚至不可戰勝的一場仗 不可戰勝 都要做下去 都要做下去 這個virtual 這個未得 是 就正正令到西西法 嗯 是英雄 嗯 所以我們才談得上 他是幸福 嗯 所以很多 就是流行的解釋 嗯 就只是說 卡就很明顯了 他的套字是主觀哲學 嗯 價值就是主觀來的 嗯 肯定不是 嗯 主觀來 我們可以想像 西西法 嗯 在這個情況下 我改改他 就是什麼呢 他繼續推石頭 不過由於 諸神覺得 我們這個懲罰太慘了 謝謝 這樣吧 嗯 幫他注射一些 腦部的神經化學藥物 是 使他每天起床 都很想推石頭 嗯 就是等於人們吸毒 是 每天都要 拍藥 拍才開心 我們現在發明一個新藥 就是 推石頭 Happy藥 是的 西西法 接受了這個注射之後 又起來 有沒有石頭 有沒有石頭 有沒有石頭推 來來來來 可以想像是這樣 他有推石頭這個殼謀 然後你給石頭推 就很危險 是啊 那是否算是英雄 但這個是被 不成熟是被動的 但他是主觀 他現在主觀欲求這件事 嗯 是吧 等於人們看得多 經常都要買那些什麼香蕉絲一樣 是 他買香蕉絲很開心 對於他來說 某程度上是主觀的 他那個 主觀是開心的 但這個跟西西法 的情況有不同呢 嗯 即西西法其實他那個是很自覺地自己決定要這樣做 多於是別人告訴你要這樣做 在這個界線上 很難分的 當你被人洗腦 嗯 看一些廣告多 你都說很自覺地要買名牌手袋 或者看得輸多都會 是啊 我只講過 看得輸多都會 很自覺地去追求那些 但是這樣是否令到你得到那樣東西 就開心 幸福呢 這樣太膚淺了 嗯 會不會太膚淺 嗯 即是如果西西法是Hero Abstract Hero的Hero 那我想像他是打了藥 嗯 啊 產生這個推石頭的慾望 嗯 然後就推傷石頭都很開心 嗯 那就是卡蕉想要表達的東西 嗯 但是 似乎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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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是那種英雄的懷疑 沒錯 那如果你說卡蕉講主觀價值 就有一些問題 嗯 嗯 是吧 這個情況是主觀的 但是他沒有價值 還有剛才以你的說法 就是那個 他推石頭推得很開心 這個是很主觀 某程度上可以說是 你可以說主觀 但是他推石頭推得很開心 這件事是真的外在地 令到那個客觀事情 就是變成了一種對抗 和諸神 是的 那個意義改變了 是啊 就是說推石頭本身 他不是取決於 否符合你慾望 然後受變成一個法律的感覺 嗯 而是推石頭本身 他有沒有一個符合我們客觀價值的標準要求 嗯 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他經常說抗爭 嗯 這個就是我們推崇的其中有價值的一種理得 嗯 這個才是我們推崇英雄的地方 嗯 我們推崇他是英雄 不是因為他是主觀地開心 嗯 是不是 是 英雄就是要面對艱難 面對阻礙 面對這個所謂外來的壓迫 嗯 抵抗 嗯 而我們就認為抵抗 在這種情況下的抵抗 嗯 是有價值的 嗯 有意義的 嗯 這個是一個客觀 不是主觀的 說了意義呢 又想問一下 就是 近期我自己 對於意義這個概念 是 反覆地思考 因為呢 因為呢 今天又說了這個人生問題 是 又說遠一點 我想發覺一下 就是 就是 卡蜜在說的其實不單止 只是 其實他講得很整體地講 其實是講生命的意義 是 沒錯 然後我想 大部分人都會嘗試去問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生命有什麼意義 有些人會覺得生命有某種意義 是 然後我們 有些人就覺得生命可能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有些人會覺得是這樣 然後 但是 我覺得很困惑的那個位置在哪裡 就是其實意義本身這個字 應該怎樣 這個概念應該怎樣把握 因為 我們 說某樣東西 應該這樣說 我說這裡有支筆 很清晰 因為有個實力在這裡 我跟你之間有些距離 還有某種可以把握的一種 所謂物理的 就是 在背後 令我容易把握一些 然後我說 我跟你今天的對話很有意義 那 他在哪裡 那 這是第一件事 我想了很久之後 我就想 其實會不會是我個人覺得 我和你的對話 產生了有意義的感覺 多於其實那個意義本身真的有對話 就是那個對話本身真的有意義呢 就是 我就開始經常在操作這個意義和意義感的問題 是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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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又和薛西斗斯可能有些 就是 可以扔下去 因為薛西斗斯可能覺得很有意義感 去跟諸神對抗 但是可能其實從外人的眼中 這個行動本身沒有意義 你個人主觀覺得有這個意義的感覺 當然意義這個範疇 就在哲學討論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爭議 很多不同的解釋 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不能夠一兩句 不過就著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做一個分析 第一 意義這個詞 在不同的語境 它會有不同的意義 不要吵架 因為英文 後面的意義其實就叫 Sematic meaning 就是叫語文意義 是 那 除了語文意義 就是你塗字典 那些 或者中文其實通常叫意思 有意思又有意涵 有意思又有意義 都是 英文可以叫 meaning 有時的意思 meaning 是指selebration 是 有時是指inference 是 有時是指effect 有時是指intention 很多的 是 不過我剛才想說的 就是 我們這場對話 有 很有意義 是的 當然 你覺得適合兩個aspect 是 一個是 你覺得不覺得有意義 這個就叫 你覺得不覺得那個活動 那個經歷 是有一個有意義的感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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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當然就是主觀的 是 是 那你不覺得有意義 就沒有意義 你覺得沒有意義 你覺得有意義 這是你主觀的 是 因為同一個事物 可能有些人覺得有意義 有些人覺得沒有意義 就是你看一部戲 看那些畫劇也是 有些人就說 垃圾沒有意義 就是 都不知道看什麼 兩個小時 什麼 你指向人家說 主觀上 你就感覺不到意義 你不可以說我這部劇沒有意義 是 是 不過你看不出來 是 所以就要分 主觀上你沒有那個意義感 不能夠直接得出 那個對象 是 一部電影也好 戲劇也好 它是沒有意義的 是 所以 我們就要從一個 非主觀的角度 來去談及這個所謂 meaning 這一個 至少可以這樣說 就是 你 這部話劇有沒有意義 就要視乎 這部話劇 所安放在 它的 那個 什麼 話劇網絡 或者藝術網絡的 那個 network 裡面 它究竟佔著 什麼 有重要性的關係 嗯 例如你 你這部話劇 嗯 看出來之後 演完之後 對話劇界 嗯 對話劇的歷史 嗯 對話劇的參與者 嗯 什麼 嗯 沒有任何影響 沒有任何改變 嗯 好似一塊石頭 跌入水 對話劇 是 那我就 真的很無意義 你這個比喻令我突然間 覺得自己做戲劇 會不會其實本身都很洩西 法師 其實做完之後 其實有沒有人真的看 有沒有人真的喜歡看 但我又繼續做 當然又不可以 只看那一刻的結果 是 可能你五十年後又找你出來 哇 驚天之作 對 很多戲都是這樣 那它又沒有意義 變成全身有意義 為什麼 因為連結 又連結到那個網絡 那裏 其實那個意義都很在乎 究竟旁邊包著什麼 可以有一個什麼 我們叫relational的觀點 嗯 就是說 你做的事 你能不能夠 將它 拼入去 嗯 一個已經存在的 一個活動網絡裏 嗯 而它又是 跟其他 網絡的其他活動 嗯 連上到的 嗯 所以才會有些人 可能 人生中 在經歷那一刻 他覺得有些事情 不是那麼好 但是回到 在網絡開始 有轉變的時候 他又回到 如果當年不是 我亂說 如果不是當年 被學校 踢了我出去 我今天都不會發展 這個事業 沒錯 沒錯 就是說有時候 當時 只是妄言 是 是 那你 心在廬山中 不知廬山真面目 是 所以你不覺得有什麼意義 是 為何無緣無故 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 是 但是原來 你將這件事 拼入你的人生裡面 以後才警覺 哇 他是扮演了這個角色 就是令到 原來我 改行 轉行 嗯 工作事業 工作事業 所以那件事很有意義 嗯 所以就是 我說什麼呢 意義有時 可以從一個非主觀的角度來講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這個所謂客觀的關係 嗯 就是要有relation 扔得上 是 你做一件事 是 跟其他事情完全扔不上 那你就覺得 What What What's the meaning 是吧 是 就是等於我乘地鐵 是 大家搖著扶手 嗯 然後旁邊那個人跟他說 煎蛋了幾分鐘 哈哈 周星馳 咦 咦 沒有 問你幹什麼 就是 扔不到了 對 對 現在乘地鐵 有沒有煎蛋了幾分鐘 是 是 就是沒有拉扔 是 所以 這一種意義就叫什麼 這一種沒有意義就叫 就是沒有離頭 是的 沒有離頭之生無意義就是什麼 就是你拉扔不到了 嗯 但是它又出現了 但是它出現了 但是它出現了 令它很廢解 整件事 因為在那個處境下 是 在地鐵帶回車的處境下 是 不是 煮菜 嗯 那你問一個煮菜的問題 是 那我就真是 還要問一個陌生人 沒錯 所以在這件事裡面 你便砌不下去 嗯 變成那個境落 發現一件事 而那件事 跟那個境落 是完全沒有關係 是砌不上 那便有 脫離了 嗯 脫離了那個 乳境 嗯 脫離了那個脈絡 那便沒有意義 那如果 就是這樣說 就是回到蝦西佛斯 其實蝦西佛斯 它看得很痛 沒錯 就是它不是有這樣的全盤的眼光 是 其實它只會看到的 就是自己被人罰 和不斷推石頭 沒錯 但是如果它 我都不知道它怎樣跳開 我都沒有辦法 但是總之 它一定是有一個闊一點的眼光 跳出去看自己 沒錯 就是推石頭這件事 是 還有 其實剛才你這樣說 我中間其實我有一個直覺 就是 其實 甚至乎蝦西佛斯 整件事裡面 它對自己 究竟自己是什麼 沒錯 這個瘋 這個身分 沒錯 其實它是一個很不同的體會 才能夠產生到那種快樂 就是這一種就是我們所說的 人是自我全息的動物 是 人之所以跟這個水樽不同 就是 它是水樽 它永世都是水樽 是啊 是啊 它不能夠自己全息自己 不是水樽 是不是 它就用來裝茶 That's all finish 完了 它的意義是很fixed 不會變的 它就是裝茶 最多就是裝水 就是這麼多 而且裝茶裝水不到它選 人不同 人可以自己解釋自己 而且必須要解釋自己 如果不解釋 不知道怎麼辦 不知道自己是誰 因為你不解釋 你活不下去 是 你活下去 已經是選了一種解釋 只不過你不自覺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你對於自己的 批評是甚麼 但是不代表你沒有批評 因為你做每一個活動 你已經做每一個決定 你生活下去 你已經在詮釋你自己是甚麼 你繼續上班 已經在詮釋你自己是甚麼 你為何不拒泡 已經在詮釋你自己是甚麼 是的 遇到事 為什麼 這樣的反應 沒錯 只不過你有沒有自覺地去 覺知你對自己的那個 身份的認同的那個解釋 嗯 現在西西佛他的那個 自覺的身份的解釋 就是一個 命運的抵抗者 嗯 不是一個被 懲罰的 無法選擇的 酬酬 嗯 是嗎 那兩件事真的很好 是同一個動作 沒錯 人是有得選擇的 嗯 這個有得選擇 不是代表你不用罰 嗯 但是你自己去詮釋自己這個 詮釋是有得選擇的 嗯 是吧 嗯 這一點就是 所謂 那個主觀主義 嗯 但這個主觀主義就是在這點上 你這個又令我想起以前 傳在主義都很常說 就是傳在主義也是被人誤解 誤解的地方 很灰暗 對 例如剛才說西西佛師 很灰暗 很灰暗 就是不斷被人懲罰 不斷做些沒有意義的 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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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要解釋自己 甚至有的選擇怎樣去解釋自己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積極的行動 沒錯 所以很多人對中國這個誤解在這裏 以為他很創造 'car silent' 對於生命 很熱愛 很樂觀很正面 雖然他的文章就是 哲學的懷疑最重點的問題 就是 就是 為何你不自殺 是呀 是呀 當時讀到這句話就不讀了 走去自殺了開始 或者 沒得救了 很悲觀 說得很對 不如自殺 只不過我沒有讀完下面 而卡貿就給出回應 就是我們要生存下去 這個生存下去就是一種 你有得選擇的 這個選擇就是你的存識 你的自我的所謂存在的意義 是你自己給自己的 你有能力去賦予你存在的意義 你這種自己都拋棄了 你自己都放棄了 即是你自己的存在 就等於一個水樽水潤的存在 是吧 你自己都放棄了 是 所以在這一點上 卡貿是一種很樂觀的積極 對於生命的熱情 熱愛的一個肯定 很有印象他當時又很震撼 他自己曾經描述過他自己的 就是在他心裏面 有一個永遠都不滅的 即是不會熄滅的太陽 沒錯 即是你聽這個很文學的描述 但是你可以想像到這個人 心裏面那種熱情 很積極 沒錯 是永遠不磨滅的太陽 因為其實他生命都遇到很多問題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問題 他當時阿爾及利亞的戰爭 對 對 二次發展 對 納粹 阿爾及利亞戰爭 他是阿爾及利亞長大 但是他是法國裔 是的 那種矛盾 是的 他又很疼那班阿爾及利亞的所謂兄弟 是的 那些兄弟阿拉伯人 沒錯 但是他又好像法國人的身份 因為當時阿爾及利亞想和法國獨立 就是獨立 他面對著這麼大的戰爭 就經常都被他心目中的兄弟插他 為何你不幫阿爾及利亞人 為何你不出聲 即是法國人覺得你不是真的幫他 你兩邊都不是人的時候 但他仍然可以說到 在我心裏面有一個永遠都不裂的太陽 那就可以完全感覺到卡妙那種 即是那種積極性在哪裡 所以他的積極性就是我們能夠對自己的人生 給出一個一致 一個堅定 一貫的生命詮釋 我們能夠精定我們自己的生命 是吧 這點是我們能夠的 不是我們隨風飄蕩 不是我們是隨波族 我們不能選擇 我們很無奈 不是 是的 就算是西西佛 他都有得 是 改變的 縱使外在的環境沒有得轉變 就是他做一個absurd hero 是的 他的處境absurd 但是他可以詮釋自己的活動是 英雄式的地方 嗯 這個正正是表示 卡妙所說的存在主義就是 你要選擇去堅定 嗯 用一定的理想 嗯 一定的價值標準 嗯 去貫穿你的生命 啊 講到這樣已經覺得整件事很 很大 又不懂得說 那種epic感很強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 傳作主要很流行的所謂 本真的生活 嗯 要authentic 是 你要對得住自己的生命 嗯 你要對得住自己的生命 首先要肯定自己有 對自己生命的 詮釋的自由 嗯 嗯 這個自由是沒有辦法 抹掉的 甚至乎根本沒有人可以取代你去詮釋自己 沒有啊 西西佛都沒有得抹掉 沒有啊 一定要自己詮釋自己 眾神多大能也好 嗯 他都懲罰不了這個西西佛在這點上 是 所以這個故事的那個英雄感 嗯 同時是他的悲劇感 都帶出來 嗯 是一個absurde的情況下 如何去做Hero 很有趣 他突然覺得他好像被人懲罰是一個命運 是的 但是同時間他又可以決定自己是命運 因為可以決定自己是誰 沒錯 好像很矛盾 命運是被決定的 但是你又可以決定自己命運 沒錯 好像很矛盾 但又真的同時間在發生 同時很paradoxic 是的 終神在懲罰他 還是他 在懲罰他 終神呢 都可以在這個故事裏 變得到 是 那個所謂張力的價值 是 所以為何這一篇文章 是傳重穿古 是的 到現在都真的認有 他那個激動人物 讀下去 那麼感動的地方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想要的第一篇文章 我想這也是為何存在主義 在那麼多種 所謂哲學的學說裡面 是最能入到戲劇的世界 沒錯 因為存在主義 他說最關心的重點就是人 人的生命 甚至是生命裡面的種種磨爛 甚至是生命的狀態 是的 那種描述的方法 或者令到人 體會到人的 其實是那種懲罰 你在那種磨爛的悲劇裡面 你仍然尋找到一種的 積極的意向 即是那個就已經是一個 我想哲學和戲劇很 很契合 很契合 存在主義很強調 人的存在有血有肉 是的 永遠都是在一些具體的處境裡面存在 人不是哲學家 抽象地定義為理性的動物 原料 不時 人是存在在每一個處境 而你存在不同的處境 你也是有一定的艱難 而這種艱難是唯有你自己才能夠 不是好像我們觀看一張桌子 他三尺長五尺高 綠色 賣三千元 完了 我理解了他 人之所以很難理解 就是因為什麼 就是因為每個人的處境 包括他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 都不同 所以我們不能夠用一些公式 來化掉 溶解 做一個有血有肉具體的一種 所以存在主義很強調就是 每個人都是獨特 每個人都是個體 每個人都是處境地存在 所以這個更加覺得 戲劇那種魅力 為何有時候跟所謂哲學 特別是全世界哲學 構成 因為戲劇一定有處境 沒錯 而處境裡面 每一個人都在處境裡面 有他的艱難 他有他繼續選擇 他選擇不只是想避免某件事 不是這麼簡單 其實他在避免的是他的人生 是他的生命 他為何詮釋自己 為何賦予自己的處境性存在意義 這一點就是戲劇能夠 和存在哲學 發生化學在各個地方 是吧 是 所以很多人都問 戲劇和哲學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想就是這一點 就是各處境為人 那一點 剛才我們也說主觀 其實除了主觀的角度 客觀的角度又可以怎樣看 這兩方面我們怎樣可以再多看 客觀的角度可能我們需要一些時間 來分析主客觀的角度 對於這個故事的存在 是 不過其實我們剛才也說過 是 我們想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 其實不應該用這種對立的方式來看 不是說主觀就完全主觀 客觀就完全客觀 如果你說客觀 你可以說 就是 賦予他推石頭做的事 嗯 有項目就可以了 是的 例如他推石頭是建廟的 用來推上山 就給一些工藝師 雕刻家 雕刻 雕刻 神像 他是承受一些客觀價值 他做的事就有項目 是 就像那些囚犯砌石仔一樣 砌石仔不是沒有項目的 嗯 他是貢獻社會的 因為有鋒馬路 嗯 所以在這點上 如果你完全用客觀的角度來講 那麼 那麼 西西伯告是甚麼 你說到最後他沒有意義的 為甚麼 就是他沒有實際性效 實際沒有一些 目標的結果 沒有價值的結果 但我剛才正正想說 不是這樣對下為啟 嗯 他做的事仍然都可以有意有價值 嗯 但不是在於他 他做的事仍然可以傳適成為一種 一種符合有客觀價值意義的 標準的活動 嗯 嗯 例如將這個活動 傳適成為一種 抵抗命運 嗯 的一種活動 嗯 而抵抗命運 抵抗命運這個Virtual 嗯 這個美德 嗯 是我們 大家都共認 嗯 的一個 客觀上好的品德人 嗯 嗯 如果你傳適成為甚麼 是一個無可奈何 接受命運 嗯 過得一一日的 一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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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樣傳適就不會有意義的 是 就是你怎麼說都說不到 嗯 他很開心 不過自家自主 明白 自己欺騙不會有意義的 嗯 所以在這點上 你就算用主觀進行傳適 你都要用客觀價值標準 是 主客裏面都要做 沒錯 我們又說了一些 就是卡妙的一些哲學 不如說說劇本 好的 那你今次都 我們又可以說說劇本 嗯 劇本那裡 你 即選擇 即誤會 有沒有甚麼原因 唯一的原因 都挺荒謬 是嗎 就是 它是卡妙寫的 但是我沒有讀過 是嗎 是 所以我就選擇 阿姐你介紹一下給我聽 哦 OK 嗯 誤會這個劇本其實是一個 即是 即是 你不需要再說那些 不用了 跳了就好 OK 跳了就好 OK 卡妙那個誤會的故事 其實是一個 都挺簡單的 甚至沒有什麼 甚至乎 其實就是有一個 男子 在他很年輕的時候 就離開了他的家 OK 那離開了家 就是為了 尋找一些他所謂的幸福 可能想賺多些錢 之類的 因爲他家很窮 然後呢 就留下了一個妹妹 和媽媽 然後 媽媽和妹妹 因為沒有這個 生計 沒有這個生計 是 那他們怎樣呢 他們就把這個的家 變成Airbnb 租給人 租給人 租給人的目的 不是為了租來 就是用來賺錢 那麼簡單 原來他們這間是黑店 他就等一些有錢人 或者單身的有錢人 就是一個人去旅行的有錢人 就落藥 在他們的茶裡 有茶 有茶 然後就叫做 暗地裡殺了他們 然後就拿了些錢 那拿些錢 就是什麼呢 其實就想離開這個 這麼窮的地方 然後就 希望可以 開開心心 但是誰知道有一天 兒子 就是離開了家 然後他就開始覺得 發現 有些過意不去 知道爸爸死了之後 就覺得家裡 媽媽和妹妹 應該很艱辛很辛酸 他就決定 回來這個 家裡 回來這個家裡 就想著 帶一些幸福給他們 所謂很簡單 幸福有些定義 就是 先給一個兒子 媽媽 快點錢給媽媽 又希望可以 令到 令到 媽媽和女兒 開心心一家團聚 其實他有個老婆 都跟來的 老婆就覺得 不好 但是又不知為什麼 那個惱叫的情況 就是兒子來到之後 他又不肯 告訴 那個留下的媽媽 或者妹妹 聽說 其實我是你兒子 又不肯 其實老婆都說 其實你說就可以了 那他就說 不要了 我覺得這裏在戲劇上有少許分析 就是其實他都有一種 對於自己那種的 看法 就是如果家人認不到自己 好像有兩份 兩份失去了一些 失去了一些 感覺 沒有見十幾二十年 剛好 不認得自己 其實會很不開心 當然 第二就是 我覺得他很怕被人再拒絕 你年輕的時候你走了 然後你封山水回來 然後說認我們兩個 他不一定接受你 其實他都很怕被拒絕 當然 所以他就想試探一下 一段時間 但是因為這個試探的行動 就出了頭髮 因為他們兩個真的認不到他 然後就想殺了他 其實是這樣 最後真的殺了兒子 都是有些荒謬感 有些荒謬感 然後殺了之後 但是悲劇就是在這裏 悲劇就是殺了他之後 他們才撿得到他的護照 是有兩份以前的雷雨 有些雷雨感覺 但是真的是這樣的 然後就 原來我殺了兒子 其實故事的批評基本上是這樣的 但是跟著中間那些談論 就很重要 充滿著那種 荒謬劇的廣東觀 剛才說人的傳統主義 那些東西 說人的情感 那些東西 那女兒當然很激動 那媽媽也很激動 因為其實我媽媽不想再殺 他們之前殺過幾次 是慣犯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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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跟了我女兒說不要 其實我不太想 但我都說 但我都說減完這次 減完這次 最後一次 永遠都是最後一次 誰知道最後一次 真的最後一次 就殺了兒子 那媽媽頂不住 覺得媽媽頂不住 就是自殺 自殺 那媽媽自殺 後來就對著女兒自殺 因為 有一個很關鍵的台詞部分 就是 那女兒就跟那媽媽說 不是 那媽媽說 我已經沒有生存下去的意義 因為那媽媽認不出自己的兒子 你說這個媽媽還有什麼用 那她就決定死 但是那女兒說了 那媽媽 你先想想 你沒有了兒子 你只有女兒 是嗎 是嗎 但是 慘況就是 那女兒說得很痛心肺腑 就是說 我都留在跟你撐了這麼多年 你現在只是因為她 這樣死了 就拋棄了我 對她也被拋棄了 但是她說 這兩種愛是不同的 你想想 那女兒多傷心 跟那媽媽在哀生哀死 然後她說 那天天見不到的兒子的愛 跟你那種不同 某程度上 愛兒子多於愛你 是嗎 還要為了他而死 為了他而死 真是很難接受 所以那女兒 最後 有一大堆台詞 就瘋了在罵這個世界 罵上帝 很慌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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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她 還未去到 打算自殺 但是突然間我老婆就出現 因為我老婆跟了我老公來 老婆沒有住在酒店 老婆住在另一間酒店 因為老公說 你在這裡你一定會把我踢爆 就等著 你在這裡等我 你去另一間酒店住住 一晚就搞定 第二天就回來 誰知道早上都不見 老婆就來了 麻煩麻煩 我想找我老公 她說 只有我妹妹 很驚訝 她不是說自己人來嗎 她不是說她老婆在其他地方嗎 最後 跟那個 最殘忍的就是 好像剛才自西伏斯那段 就是那個妹妹 跟她一樣控訴 就是你又幸福 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 你現在終於要感受一下 這個世界有多殘酷 這個世界有多殘酷 而我 說完這堆東西給你聽 她摧毀了這個老婆的 很美好的人生觀之後 她就自己去自殺 然後就剩下那個女太太 最後她很無載的時候 家裡有個管家 沒有說話的全句 只有一句台詞 就是最後 然後就再出現 出現的時候 那個太太就問管家 可不可以幫我 這樣幫就有很多意思 但是那個管家只說一句 就是不行 整句就完了 所以這個戲 為什麼叫誤會呢 因為誤會了很多東西 誤會了不知道這個是自己的兒子 其實最大的 我自己的詮釋 對於整個戲 那個誤會就是 人對於生命那種 幸福的追求 有很大的誤會 就是妹妹以為 這樣對媽媽一起哭了這麼多年 媽媽會很疼自己 公盡水 死而後而 真的死而後而 原來媽媽不疼自己 原來是這樣的 是的 一直都等兒子 然後她又以為 她很開心可以搬去別處 這件事 原來其實也是虛幻的 兒子打算去外面 找一個自己的世界 賺很多錢 應該是人生最快樂 最幸福 誰知道 中間發現 原來我也要顧媽媽和女兒 回來的時候 又打算有人迎接她 這個又有一個誤會 老婆又打算 相信老公 跟著就會 我們 跟爸爸媽媽和女兒 認了之後 我們又回到幸福的生活 有一個誤會 那個媽媽又誤會了 以為 女兒會明白她會放過去 她以為自己搞完 今次就完 這件事 誰知道 也是沒有 整件事就是 大家都搞錯了幸福的方向 最後 其實你只要一嘗試去 抓這些幸福 其實那些痛苦就已經來了 這就是我自己 整個戲的一個理解 都很一貫 就是卡莫的著作 無論是她的散文 或是她的劇本 都有我們剛才所說的那種 所謂的 正確性 不過這個劇本的正確性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所謂的 是很相對的 是很相對的 就是什麼呢 你 每一個人 都有她的那個需要 是 需要被人去認同 是啊 那女兒要被媽媽 肯定她的心目中的位置 是啊 我做那麼多事情 是啊 你應該 認識我 在心裡的地位 是 重要性一定是高於兒子 兒子離開了你這麼久 嗯 你艱難的時候 去哪裏 請問 是啊 你艱難的時候 我在你旁邊 和你一起打拼 甚至是殺人 嗯 那竟然在這個時候 你離開了 你沒有一起面對 艱難生活的兒子 被你錯誤地 誤會地殺死了 嗯 你竟然在這一刻 做了這個自殺的決定 是啊 那對我的那個所謂 recognition 嗯 你在心目中裡面 有什麼位置呢 是的 這一點是令到人很難 很難承受 很難承受 很多人實際也很有血有肉 很多人都承受不了這件事 尤其是男朋友 是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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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對 presidential 對 對 對 確實天 對 對 一 concerned 你是想 你想世界是這樣的 但世界就不是你想的 給出一個這樣的回應給你看 是不是 就發生了這麼荒謬的事情 那重要是什麼呢 你可不可以幫幫我 不行 世界不一定幫你 不會的 我不會的 即是在這點上誤會是你怎樣去理解你自己 不等於事實上那個世界就是如你所要求 是的 如你所認定去發生的 是不是 但問題是你怎樣活下去這個世界的問題 是的 那你是不是好像老母那樣自殺 其實這也是很有趣的就是 如果我們體會到這個世界 或者我們認清到世界並不如你所願的 是不是就是你自己算 是的 卡米爾一定不贊成 當然 卡米爾一定告訴你不應該自殺 因為自殺對於卡米爾來說是一種逃避 甚至乎在卡米爾來說你相信一個宗教 特別是基督教 你其實都是一種逃避 因為你不運用你自己的理性 即是你自己的思考去決定你的意義是什麼 明白 所以這個又是一些誤會 但那個困難的點就是 我既然知道世界是這樣 我知道沒有什麼希望 我這樣追求也是錯 但我又很難人生之下沒有動力 即是我不可以不追求 其實追求可以沒有結果 其實最後就是Sisyphus Sisyphus 沒錯 最後就是Sisyphus 即是告訴你 你做事最後可能沒有結果 甚至是 令到你的存在是被摧毀 即是你要面對死亡 所以在這點上面 那個生活下去的問題 就形成了一個最迫切嚴重的 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即是說 為何你不自殺 你的誤會就是 每個人都選擇了自殺 是啊 其實連女孩子最後都可以選擇自殺 即是她答不到這個問題 是啊 或者她 怎麼說呢 她是不認真地負責地去答這個問題 當然她有答到的 她答到她拒絕你 她的選擇就是 對不起那個兒子 所以我就要害怕自己 但是女兒又挑戰都好 是啊 那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是怎樣 但這更慘的是 媽媽真的很難哄 即是正正提出的是什麼 喂 你這種詮釋 是不是真的一個 面對這個問題 可以堅持下去而正確的方向 不見得是 你們怎麼跟女兒交代 其實交代不了她 其實交代不了她 交代不了她 女兒自己這樣說 她自己又走去自殺 其實跟那個 哥哥的老婆都是交代不了的 都是交代不了的 其實連自己都交代不了 自己都交代不了 是不是 所以這一點是沒有人幫你的 真的沒有人幫到的 到最後你自己 所以這個位置也是很存在主義 是的 你的生命只能夠你自己去 我覺得有一種 聖經某一句話 就是你要揹起你自己的十字架 即是你做的事 你是要扶回那個責任 是的 而你這個責任就是 就是你要去面對 你的那個人生 那個所謂 至少選擇什麼全色原質 嗯 是不是 而不是走去居去自己 就算鬼數 是的 是不是 就算你居去自己 也有一個解釋給我才行 哈哈 你這個解釋是什麼呢 是 是 所以在這一點上 我覺得 很一致的風格 很一致的主題 都是探討 只不過擺在不同的處境之中 是 是將這個存在的問題 是 是豁顯出來的 嗯 就是說 在人的存在的處境之下 各種處境之下 它都會共同有些結構出現 是 是 而這些結構一出現 就出現了那種所謂 存在的抉擇的那個緊迫性 嗯 究竟是去死 嗯 還是我堅持 我的原則活下去 嗯 嗯 這個就是 存在主義很重要的一個多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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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在這一點上 我也連貫到西西佛 嗯 可能有些 好像有些 觀眾 對於你的主觀客觀的問題 嗯 想再了解多些 完全 就是能夠區分 嗯 我們的那個 想法 嗯 其實你可以這樣看的 就是 西西佛 嗯 它是主觀上 幸福的 嗯 是嗎 嗯 所以主觀上 幸福的 就是指 它那個 心理狀態 嗯 是感覺幸福 是 是 是嗎 嗯 那你叫主觀 是 很個人的感受 那你的血壓是多少 哈哈 那要量度 是 我覺得我的血壓很低 是 是 可不可以就因此 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血壓低 是不行的 嗯 因為血壓高低是一個 客觀狀態 是你的真體動態 是 不是隨著你的 那個 心理的 感受 而改變 嗯 所以在這一點上 第一點我們要肯定 就是 當然 卡苗 是肯定 西西佛是幸福 是一種主觀的 心靈狀態 嗯 這一點依然是主觀的 是 但是我說 這樣的解釋不足夠 嗯 為什麼不足夠呢 是因為 這個心理狀態是 通過什麼方式 而達致的呢 嗯 就是這種主觀的幸福感 嗯 是通過什麼途徑 嗯 而 產生出來的呢 嗯 那我說 對 至少有 其他 西西佛故事 沒有講的方式 嗯 其中一種方式 就是 我打一些 類似毒物的東西 嗯 在你的腦裡 是 產生推石頭的欲望 然後你推石頭 是不是都會產生一個 幸福的主觀心理感覺呢 對 你那個藥力有效用 就會有那個感覺 對 對 就是等於你口渴了 對 你口渴一喝 解渴 就是這樣 那就是說你這個 是通過你口渴的欲望 嗯 然後喝水 滿足你這個欲望 嗯 那你就有主觀上面的這個心理狀態的幸福感 嗯 是吧 所以 如果 如果你解釋 嗯 卡米還有一句 嗯 這個西西佛 應該是幸福的 嗯 就是因為 是啊 它主觀的狀態上是幸福的 是啊 心理上就是幸福 那就是主觀 我說錯 嗯 因為你看漏了 嗯 西西佛是通過什麼途徑而達至這個主觀的幸福狀態呢 他跟那個 就是那個反抗那個意識 沒錯 就是說呢 他是透過自己的 詮釋 嗯 自己推石頭這個活動 嗯 是具有 反抗的意義 嗯 而得出一種 所謂滿足 嗯 這個心理狀態 嗯 因為他在心理上面呢 覺得自己 啊 嗯 做緊一樣 並不是眾臣懲罰他的活動 嗯 而是他做緊一件 抵抗忠臣 命運的活動 嗯 所以點上面呢 我們就看到分別了 嗯 記者就是指 兩個scenario 嗯 一個是由毒品導致的上癮的行動 嗯 而帶出來的主觀幸福 是 另一個就是 以詮釋自己的行動 嗯 是一種抵抗的英雄活動 嗯 而達至幸福 嗯 那你會不會認為 毒品上癮的那個 主觀幸福的價值 跟這個抵抗的英雄活動 的主觀價值是一樣的 其實最不同的我想是 那個 就是對自己有了詮釋而後的那個 因為我猜有個 即我猜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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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猜有個 沒錯 跟這個 很不同的地方就是 當我在這樣 詮釋了自己的 身份 或者我自己的 行動意義之後 其實真的帶來了一些 客觀的改變 沒錯 因為還有一群諸神 那群諸神 看到你推得這麼開心 這麼開心 這麼開心 真心地開心 其實他 這群人 就會發現自己懲罰不了你 是 這個是客觀的事實 沒錯 所以某程度上他都回到一個客觀 所以這個位置就不只是主觀 又不只是客觀 因為如果只是主觀 我突然想起 其實可能像Q 是 Q就是覺得我不是 即是你好像周世宜的電影 你見到我無法見到我無法見到我 但實際上是見不到 即是你罰我無法罰我無法罰我 那諸葛說我為何罰你無法罰你 不就是罰你 我是要胎 不過你真是罰我無法 不就是我反抗你 我是透過更認真去推而反抗你 你明白嗎 因為其實我想在諸葛的眼中 他們應該想見到一個甚麼結果 就是當你推的時候 你推得很不開心 沒錯 你會推得很不樂意 你會推得 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 但又迫著要做 而且也可能你推得很無意義 對 推得很無意義 但是當諸葛看到你 你推得真是你這麼樂意做 並且你越推越有技巧 你真是認真鑽研推哪條路線最好 為何你可以將這件這麼不關的 變成有關的事 那那個其實很客觀 不單只是我心裏面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真是卸做一個 我明知道那條路都是最困難的 對 就照推 反正是卸 容易的又是這樣推 難的又隨便隨便推 對 其實就是所謂阿Q 所以我想這就是主觀和客觀的 其實就是一個所謂要溯解主觀和客觀的簡單判斷 我正想說 就是不是完全這樣的異分 當然我們可以完全異分 主觀和客觀的 主觀和客觀就是主觀的 就由你自己主觀作主 客觀的就是看看你做的事 有沒有一些恆久的偉大影響力的作品出來 例如那些藝術家很僅僅於說 就是我的作品其實有沒有人看 我經常覺得壞才不遇 就是在臉上我們不想自嗨 就是我的作品很正的 不過沒有人看的 沒有人買的 沒有人理的 送也沒有人要的 我們就說我製造出來的藝術品 是沒有恆久的價值 不像這個Micro Angelo 或者是Da Vinci 他們那些畫 雕塑 就是很有恆久的歷史價值 這就是客觀價值 因為它具有一個所謂 恆久對於人類的藝術文化 的一個所謂貢獻 而西西伯很明顯沒有 因為它沒有輸出 但是按你剛才這樣說 好像西西伯斯 就是一個恆久的價值 雖然它沒有一個歷史 但是如果從價值的角度說 西西伯斯我又覺得應該有 因為它通過它這種 自己心態上的轉變 它通過這個反抗 書神這個 其實它做了一個很重要的示範 甚至乎可能是這個反抗懲罰的第一人 告訴其他人知道 其實這些這樣的命運 這些這麼荒謬的處境 其實你是有方法去抵抗它 去面對它 去面對它 去怎樣回應它 是的 從這個角度 其實 因為為什麼它永恆久的價值 因為其他人都可以效仿它 沒錯 即是說 所謂客觀的價值 不是一定要有一些所謂客觀的輸出 即是做一張桌子 做一個雕塑 做一座大廈 起一座大橋 不一定要這樣 一個精神 一個理念 你這個活動正好是一個品德 例如什麼叫堅毅的一個模範的示範 是吧 你便透過這個活動示範到 什麼叫做對命運的抵抗 對命運的滅視 你做了一個例子出來 是 為什麼這個例子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客觀地對 何謂英雄的了解 英雄是一種價值 是吧 我們想對英雄不做狗熊 你不要說我們想做狗熊 我們吹捧狗熊 狗熊精神 做這個顯魚 其實我們已經有價值區分 所以價值不是主觀的地方 就是不是用你騙的 是吧 是吧 你自己決定的 是吧 講到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總是想有些好一點的東西 沒錯 已經有一個價值標準 已經有一個價值標準 這個價值標準不是取決於你一天 是 是 你說它是好就好 是不行的 嗯 英雄就是英雄 英雄不是你覺得自己是英雄 是要透過做一些東西 嗯 你有什麼的品德 呈現在你生命裡面 是 你才符合英雄這個品格 的要求 所以這一點是客觀的 嗯 是的 就不是 主觀任意由自己決定 因為可能我們很多時候一想客觀呢 就可能只是一些外在的環境 外在的 人家決定的 是的 人家作主的 自己不能作主的 是的 好像科學的事實一樣 是的 地球是完就完 是的 所以就不是你覺得它是這樣 就可以說地球不完 是的 價值不同 你覺得好就好 是的 卡妙不是這樣的立場 嗯 卡妙不是說西西佛覺得推石頭是好 因此就好了 這樣 這個解釋太膚淺 嗯嗯嗯嗯嗯嗯嗯 好 今天也提了很多 就是卡妙 時西佛詩 我們又提了一些存在主義 提了人意義的問題 剛剛我們也 輕輕提了客會 再次又試試解答主觀客觀的問題 來這裡想看 其實一向大家都可以 其實會留一些問題給我們 今天有沒有問題 既然是這樣的話 不如我再問問Dr.Lo 你又怎樣看戲劇和哲學之間的關係 因為我們剛才有說過 傳載主義和戲劇很容易扔到 但其實有些戲不是傳載主義的方向 但我們還找到很多哲學議題 你會怎樣看 有哪些戲或者所謂劇本的哲學議題 你怎樣看這件事 我覺得分兩種 一種就像沙特 卡里爾 它是一種哲學性的戲劇 即是說在這上面 它整套劇的宗旨 都是用來說明它的哲學思想 即是這個劇序家本身已經有一套哲學的觀念 然後通過戲劇這個形式呈現它的哲學觀念 它是一套哲學觀念 因為我們叫哲學劇 所以一般都是很難明白的 因為你不明白它是哲學體不明白 這個是真的 即是如果你對哲學家沒有什麼認識 你都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連最基本一句半句最出名的那些 是呀 是呀 存在先於本質 最基本的那些 都沒有了解 很多誤解 是呀 很多誤會 你以為 它的意思是這樣的 但其實它的意思不是這樣的 是 但為什麼要理解它的意思 你要看它做哲學 是 所以這種就是哲學性的戲劇 而在這種上面 哲學本身是有這個傳統的 柏拉圖的對話錄就是很好的 是呀 本來就是對話 它寫出來就是要說明哲學 所以其實不是後來哲學和戲劇才拉上關係 哲學本身就已經存在這個傳統 而且是一個相當古老的傳統 是 而且是相當好的傳統 就是通過處境 對話 人物 劇情 而去演繹它的那個最後面 甚至 論語 是 是 只不過 劇部可能寫得不太好 或者 可能寫得回 可能寫得回 寫得回 就是編一個人 他就沒有什麼戲劇感 那些劇本短一點 短一點 短一點 沒有什麼前文後理 要自己捕捉 和柏拉圖的就比較完整一點 是的 就是那個戲劇感 那個戲劇編排 有文說過柏拉圖本身其實都是 曾經想寫過戲劇 後來就好像不成功 不過柏拉圖就比較不喜歡這個 是的 這個也是 很有趣 這次沒有那句 我看到《書傳單章》有一句 就是 如果沒有哲學家 戲劇就會失去了應有的影響力 沒錯 如果當時沒有劇作家 哲學家就沒有那麼愛想 或者討厭戲劇 剛才我們說了兩批人 一批正正就是喜愛 一批就是討厭 柏拉圖其實就偏向討厭 他討厭的不單是戲劇 他討厭不了所有藝術 藝術和文學都不喜歡 偏偏他們寫得最有文學性是他 這個就是荒謬的地方 這個就是荒謬的地方 可能他在呈現什麼為反抗 就是因為他那個推崇的理念 就一定不是一種感性的入影 不是一種感性 不是一種感性 就是他對處境性是認為 是認為有一種障礙 通向哲學的真理 是 所以他認為要掌握真理 要學幾何學 是 不懂數學的人不要進來 數學就剛剛很同 戲劇是相反的 所以說是抽象 沒有處境 沒錯 沒錯 沒有context universal 普遍 處處也是一樣 圓形就圓形 沒錯 一加就等於二 你寫劇寫人物一個都覺得圓 不行 沒有戲劇力 沒有章力 幾何學不能夠變成一個劇本 戲劇反而是 雖然有一些很宇宙性的話題 但是 一定是處境性 是的 那個處境性很獨特 很unique 你是要通過具體 而演示普遍 是的 所以在這點上面 阿里斯多德就比較喜歡 所謂的戲劇 是的 所以他有一句說話 我很欣賞 阿里斯多德 他說 師比歷史更真實 是的 這句也是很值得換味 很換味 歷史正正不能夠代表我們真美 真實 師反而能夠 這就是最吊詭的 因為我們覺得師是假的 是假的 是虛構的 歷史是真 所以他現在說的是 一樣不真實的東西 比真實的東西更真實 真實 更能夠真實 更能夠真實 這句話就很換味 也是成為經典 所以大家要 有時寫劇本 對一些作家的說話 就要換味三餐 是嗎 就是為何這樣說 是嗎 是 你自己慢慢想 就 後來貫通你就知道 咦 跟他之外有關係 有時候 我覺得讀哲學 和學戲劇 或者看劇本 有些位置幾義曲同工 就是剛才我們說 師比歷史更真實 這些金句 有時候是令到整件事很記憶 沒錯 戲劇也有一些很明顯的金句 to be or not to be 已經說到懶了 當然 to be or not to be 即是生存還是死亡 另外 例如 沒有英雄的年代是悲哀 但需要英雄的年代就更加悲哀 這些這樣的金句 警句金句 有時候 可能整個劇的plot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有些人說 其實戲劇故事 說不出23個 如果沒有記錯 來來都說23個 看你怎麼組織 但是最大的分別就是 你在這23個故事裡面 謝謝 有誰寫到to be or not to be or not to be or notop 誰寫到沒有英雄的年代是悲哀 但是需要英雄的年代是悲哀 更加悲哀 這些也是很精靜的東西 這些人都是哲學味道 可以換味的一些金句 終於有問題 有問題,我們先說一次這個問題 剛才說到意義在於周圍的環境 所以意義是靠外在的環境 所以才可以有意義 即是自己沒有辦法決定某種意義? 如果我們在地鐵裏面 被人問煎雞蛋要幾分鐘 我思考到為什麼地鐵不能吃東西 那它這個問題還有沒有意義? 即是算不算有意義? 它引發到我思考是不是有這個意義? 雖然那樣東西都是我一個外在物 但是其實所以有沒有意義 是不是只是在乎我怎樣看 即是切回到實際的問題 我找不找到當中的意義? 那問題究竟是先問了出來 有沒有意義是看周圍的人怎樣看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好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其實就是這樣去分析 是 我們剛才說意義可以從那個所謂 關係網絡來去否則 嗯 即是說你一個活動 嗯 一個行為 一句說話 有沒有意義 嗯 要相陷回去 嗯 那個網絡那裏 嗯 找回這句說話 這個行動 跟其他這些網絡的說話 或者行動之間的關係 嗯 從而你就可以理解它的意義 嗯 OK 那即是說呢 首先要存在 令得一個活動 一句說話 是有意義的可能性呢 嗯 就先要有客觀的 那個關係網絡的那堆事物存在 嗯 例如 我說一句中文的說話 嗯 那你聽得明白 是 因為中文有中文 是 我跟你共通地理解中文 沒錯 如果沒有中文的話 火星華 嗯 是吧 即是說 你這句說話 之所以可能具有意義 嗯 那個網絡 不是由你決定的 我本身因為有中文先 沒有 中文是那個底 是那個餅底 沒錯 那即是你剛才舉個例子 那個地鐵那個人 嗯 問你煎蛋多久 嗯 為什麼你直覺上覺得沒有意義呢 就是在那個處境下 這句說話陷不上 是 但是令到你想回 對 我一直以來都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在煮東西吃的時候 那你陷得回了 陷回去你煮東西吃的那個 烹飪網絡 但是烹飪網絡是你自己決定的 哦 不是的 是 是先有了一個烹飪活動的網絡 嗯 包括有煎餅 是 雞蛋 嗯 還有這個爐頭 嗯 然後你才會有這個問題的意義產生 就是煎雞蛋 需要煎多久 嗯嗯 嗯 在沙黎上 客觀地 存在一個網絡關係 嗯 是令得 一句說話 一句說話 一個行動 之所以有可能有意義 嗯 的條件來的 嗯 所以到最後都不是你決定一件事物的意義 你這樣說 我有一個直覺 其實我們有時覺得主觀和客觀 所謂 好像很完全截然二分對立 是的 但是剛才如果用你說的那個 有一個我們叫餅底 或者一個網絡 在這個角度去說 就算我幾主觀的一個想法 其實都有客觀預設 是的 如果我們說語言本身 語言本身已經是一個餅底 某一個 例如你剛才說的烹飪 烹飪也是一個餅底 我問一個 即我用某個語言 講一個烹飪的問題 沒錯 本身已經起碼有兩個客觀的餅底 是的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似乎這樣聽下去 其實沒有絕對的主觀 沒有絕對的主觀 也沒有絕對的客觀 因為所有的主觀 你之所以可以產生主觀的想法 或者語言、問題、句式 任何東西都好 一定背後已經隱藏了 或者其實有一個底 就是那個情景 即是可以理解成為有意義的條件 是的 是不是由你自己主觀決定 不是自己作出來的 但是一句說話 你可以賦予它什麼意義呢 這是你的選擇 就是看看那個語言的網絡 可以容許你對這個床前明月光 你會說賦予哪一種解釋呢 這個你可以選擇 但是我們不要誤會 你可以選擇它解釋一、解釋二、解釋三、解釋四 或者你自己選擇五出來 但是你這一個最新的解釋 都是要依賴於回頭 是 就是那個語言本身的那個語甜 那個語法的那個網絡才行 這個網絡 你想想可能是由不知幾千年前 是由不知幾千年前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有一個客觀的底 只不過在那個情境底下 在一個很特定的人身上 由它想出來 我們彷彿以為它是絕對地主觀 但是其實不可能 所以你在存在主義裡面 沙特有一篇很出名的文章 Extentialist is not a humanism 很多人就有個誤解認為 沙特說的是什麼 所謂的價值就是主觀創造 那個法國的少年 究竟選擇陪老母還是去參軍 是吧 是吧 就靠你自己決定 但是 為什麼不選擇殺過老母 然後投靠納稅黨 你說自由 你的價值是創造 殺過老母然後投奔去納稅黨 很有價值 為什麼 因為你選擇 我們很難接受 是 完全不會覺得這個是選項 是 你說自由 為什麼不可以選這個 因為其實背後你已經有一些下倉的價值 想快配 陪老母是個好事 但是報告也是個好事 是 你選誰是你決定的 是 但是你不會選擇殺你媽媽 是 你不會選擇投奔 是 你說這個 又令我想起 就是原本 說起 卡米爾和沙特 是 他們本來我很朋友 是 後來兩個就抹了臉 因為某些自我裏面的政治 其實你剛才那個說法有點像 當沙特和卡米爾在爭辯 正是這個問題 就是完全自由的價值 是 你創造的 卡米爾就一直反 對 卡米爾就說不是 然後卡米爾 我沒有記錯 就是卡米爾最後反擊沙特 那個就是 殺我 他不是殺我 他好像是 那現在你馬上去哪裏通報 出賣我 不知道是共產黨還是什麽 納粹黨 你馬上出賣我 那你會不會這樣做 你說人是絕對自由 那沙特都說都是不會 沙特都回答不了他 但是回答不了他 他說我一定不會 但是其實這樣就正正顯示了 不是絕對自由 不是你說到那種 價值是由你的選擇創造 是 不可能 所以 假設你真的有行動上的自由 你去出賣卡米爾也好 但是那是沒有價值的 是的 在你那個價值觀裏面 其實你不會這樣做 合不合 合不合 你說同一個是朋友 是啊 他是同志 是 你所謂選擇出賣他 不會 我們很難理解是什麽 就是 違反 是 就是說你 大家都是抵抗納粹 大家都是同一陣線 並且我是你的朋友 但是呢 由於價值是自由 所以我選擇出賣你 跟我一向的價值觀是完全無衝突的 我覺得 很難理解 什麼意思 說到這裏 又是覺得為何讀哲學最好玩的回事 就是 說到沙特頂頂有名 這麼厲害 又有諾貝爾文學獎給他 他又不要 這麼厲害 我們仍然可以有時發現 其實他都會想錯 不會的 每一個哲學家都會想錯 你千萬不要說 他很出名 一定 所以說這些一定 好 有深刻的正確性 是真理 所以這個是 不是讀哲學應用的態度 正正讀哲學應該就是 挑戰別人說以為對的東西 偉大的哲學家 不是他講的東西 對了多少 而是他提出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重要問題 反而這個是哲學家之所以偉大的 他竟然提出一些我們沒有想過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位置也是 其實跟劇本有時候有沒有價值 都很接近 一個好的劇本有時候不是 當然好看也很重要 因為是一個娛樂 沒錯 一個娛樂 但是有時候那個劇本 他帶出來的東西 也是在挑戰著我們日常以為是 而不是只是附和著 現有大家已經覺得的東西 因為其實 如果大家已經覺得是這樣的 那個價值 其實你只不過是把大家說的東西說一次 但是如果你能夠發現到大家一路說的東西 當然 怎麼說呢 不只是某一邊 就是幾個層面正反兩邊 每一邊你都說得出他們可能有的古怪的地方 沒錯 從而令到一些人覺得 是呀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劇本 是的 在這點上面跟哲學有相似的 看下去是毛利那間的東西 是 竟然被他講成是很有壓力的 是 那你就突然間 豁然貫通 是啊 原來是 這樣 那些東西 然後帶了你一個新的方向 重新想過 重新去看回那堆現象 嗯 即是說這堆現象 就變成了另一種意義 就是好像西十二 是的 你表面上看 就是一個眾神懲罰的故事 但是他將他講成為一個反抗命運的荒謬的英雄 嗯 用另一堆語詞來去 砌出一個 明顯的畫面 嗯 令到你 面對同一個現象 是 看出不同的意思 是 這就是哲學家的功力 是啊 所以有時候也是同一件事 就是同一個劇本也是 劇本總會有些事件 是 而那個事件裡面 為什麼要有這麼多人物 沒錯 這麼多人物就是為了 將這個事件不同的角度 通過這些人物 去展現出來產生那種 其實有時候的衝突 不一定是一些很外在的 哎呀你拔我我拔你 大家搶一塊東西不可以 我打你或者骨你 不一定是這樣 其實有時候 最入獄的劇本 我自己覺得就是 那個價值上的衝突 甚至乎 有時候 我看了一些節目 他是這樣說 那些有衝突的劇本 他在說的是 那個人物的性格 那個人物 其實他在代表著 某一種ethics 某一種倫理的觀點 或者一種價值精神 是的 或者一種價值精神 而這些價值精神 通過他做的事情 我們會見得到 而在同一個事件裡面 大家有不同的價值觀 但是最吊詭的是什麼 我看完那個之後 又是對於我自己 一路對戲劇的理解 又是新的認識 我們從來都覺得 衝突就是正和反 你追就我俗 是一種正反的一種東西 但是他說原來不是 真真正正的衝突是什麼 原來我和你的目標是一致 但是原來大家覺得 要達成這個目標的手段不同 從而我和你之間產生衝突 我們以前一定覺得 你想這樣走 我就向這邊 這樣才為之衝突 反轉 誰知道原來方向是一致 大家方向一致都可以很不同 但是手段很不同 這裏就會產生一些 很多的議題可以說 或者闊一點的議題 就變成一些 所謂倫理一些的問題 就是價值的秩序問題 價值的所謂的組合問題 為什麼可以為了同一目標 一個是認為手段上 我們不能夠 遇到一些規限 另一些是認為 既然目標是好的 為什麼不可以改革 一些比較越界的行為 甚至兩個行為本身也是好 舉一個例子 可能很容易理解 這個劇很簡單 就是講大家怎樣養弟弟 大家的目標就是 想個弟弟 教他 想他成才 你就覺得他要讀很多書 我就覺得他應該自由奔放 找自己 建立自己 其實我和你本身 大家都是善的 沒有人是不好的 但是很明顯這兩度 就會有一些衝突的東西發生 由於你想他讀很多書 你就會編一些時間表據 我就想他自由發掘自己的興趣 我就盡量放任 不給任何時間表據 這個就是那個手段 這個就是那個操作的方法 就從此我和你產生衝突 但是我們本來是一個目標 而我和你本來都是善的 這個又是一個戲劇本裡面 講的一個結構 這個在哲學上面也有一個 是嗎 就是理論 叫價值多元主義 Value Corolism 意思是什麼 就是很多時候人的衝突 不是正邪大戰 正邪大戰也比較容易解釋 因為你一邪就被人定了 他做了這個壞事 目標是惡毒的 不是很糟糕 那很清楚了 就等於這個Aviso of Ours 其實你從來沒有見過 內蒙做些什麼 那不是真正的衝突 那只是一種對抗 是 其實是一種對抗 就是力量高低 是 技術性問題 是 是 實際沒有衝突的 因為它是錯的 是 最難搞的是什麼 大家都是好的 是 即是所謂 這個世界有很多價值 嗯 每個價值都是好的 例如我們現在 說安全 安全 安全 和自由 嗯 要維護安全 是不錯的 是 難道我們追求不安全 關掉這家光燈 即是你生活最重要是自由 安全是不要緊的 沒有人會贊成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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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為了安全 不幫人自由又不行 沒有自由 只是安全 會等死嗎 什麼都不准做 是 是 要實現多少 嗯 那個平衡是短暗 就要衝突 是 永遠都可以爭辯的 是 永遠都解決不了 特別落入某個很具體的事件 這個衝突就更明顯 是的 所以那個衝突解決不了 永遠還有衝突 就是 永遠都是一個擔憂 擔憂 擔憂的意思是 即是不能解決 總有些 對錯就解決了 正邪就可以解決衝突 是 就是因為你是錯的 而最後其實 那個擔憂中 總有一方得到多些 所以我們一方得到少些 一方得到少些 就是 全息很重要的是 就是 我們經常認為 我讓你 嗯 我就是向邪惡低頭 嗯 不 除非對方真是邪惡 嗯 但可能對方的那個價值是 是 並不是你說的那個 嗯 那你跟他共同 不是一個屈服 嗯 不是一個向惡勢力低頭 是 所以問題就是 你先搞清楚 所以現在呢 以來以來見到 大部分的電影 是 就算有一個很明顯的 所謂正邪兩派 派隻 但是那個 所謂的邪那派 你會發現總是會 你呢 嘗試建構一個 一些價值 一些合理性 在那裏 就是小丑 小丑 Marvels Fanel Fanel都說 我想這個世界 大家資源 即是沒有那麼多人欠資源 大家便收得很瘋 就是你都會這樣 雖然他一個大反派 鋪了十年的大反派 但是他都一定有一個 某程度是一個 正向的價值 他真的好看 是 就一定不是王飛鴻石堅 是 是 已經不行了 現實世界不是這樣的 是 現實世界就是 就是縱使你看起來多邪惡 是 他的目的都是好的 是 有價值的 是 他不是沒有價值 他不是不講道理的 是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 最難的一個位置 是 就是 這個衝突 我們怎樣去 去 就是全盤 去將它詮釋 是 為何去共融 這個 共融 是 更難 就是選正邪 選正邪 這種思維方式 就是比較難以後 是 這個世界不一定 是 每個人都是 是 做一些 適合你心意的 就是惡人 是 最後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是 我們又可以想像 假如 Sisyphus和楊彼士 推石頭的事 但實際上 他選擇 停手不推 不能選擇 停手不推 對不起 這個問題 先問他 反而接受 朱神的懲罰 肉體上 但他視之為反抗 沒有意義的工作 的過程和代價 而心裏仍然是 幸福 創造了價值 他仍然是英雄 沒有反抗就沒有英雄的意涵 就是一定要反抗的 因為你英雄的角色 包含了一種 他想說的反抗的 不是那個朱神 應該是反抗那些 沒有意義的工作 的過程和代價 或者是不做 當然是可以 但是這個不能選擇 因為他的命運 就是不能選擇 不推 但如果你上班不做 是英雄 我贊成 我贊成你創造了價值 我肯定你星期一回去 就可以做英雄 你回去就劈砍話 又或者你星期一 星期一開學的時候 你不要上學 沒錯 你選擇不要退學 我們做老師的 不會怪你 我們說這個學生是英雄 你退學沒問題 是英雄 出事了 我們這樣說出界之後 就是標記了 對 那就退學 對 坦白說 不是很多個標記 當然了 你自己詮釋是自己的天才 他真的很聰明 那你要負責 沒錯 就是你可能全式自己錯了 是 重新要定義一下自己 沒錯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Dr.Lo和我來講 很開心 對 很開心 很想講沙特 是卡妙 講了卡妙 講了卡妙的荒誕哲 講了方誕的英雄 好 最後要講給大家聽 這個文本計劃的公開招募 一些詳情 我們整個這幾次的節目 都是想跟大家講多一點 關於哲學和劇本之間的關係 怎樣在劇本裏面找到一些哲學性 如果可能有些人對哲學沒有什麼認識 可以聽到其實哲學是一些什麼 這個計劃也是公開招募 大家可以寫一些劇本的初稿 一些想法過來先的 講小細節 大家要寫一千字的文本的故事大綱 這個故事大概是90分鐘的 要少過六個角色 不要有第七個出現 那個申請裏面都要寫下五百字的哲學議題 要盡量寫清楚其實你想探討一個什麼哲學問題 然後有五百字的個人簡介 還有希望你寫二十頁的劇本 大家聽到二十頁一定很害怕的 但是我們寫一個劇本 你知道其實二十頁未必很難寫的 因為一行可以說你好媽 我很好 兩行 寫了一份未 寫了一份未 多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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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寫四版可以 你不要以為寫這些好像很不知道寫什麼 真的有些劇本故意寫這些 是顯示出人世間的荒謬的 OK 大家要看看那些 寫四頁而已 寫四頁 要具備一些條件 至於剛才的 都是客觀標準的 對 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原創 這個劇本是完全為這一次而寫的 第一次寫的 之前沒有參加過什麼比賽 沒有參加過什麼演出 不准一雞兩尾 對 不准一雞兩尾 這次用得很準 一雞一尾 對 一雞一尾 另外它要有當代的視野 要跟當代環境有些關係 第三要有一個很清楚的哲學命題 你上面應該已經寫了五百字的哲學議題 整件事的 deadline 就在10月27日 OK 如果還有什麼詳情想知道 大家去回影話器的Facebook 就可以看到一些資訊 另外也要介紹一下 就是下個星期的節目 下個星期小弟就不在鏡頭面前 就會交給羅正文 我隻手伸在那邊 就是讓你知道他在那邊 其實羅正文都看著我們 那就是羅正文 一路遞著電話過來那個就是他 所以很容易認 你先拿著電話過來 羅正文是影話器的總監 他就會回來做主持 就講最後一個題目 今次的題目就是 《藝術的道德界限》 劇本叫做《The Shape of Things》 我都沒看過和第一次見 講到這個也真的挺有趣 是的 其實近代有些劇本很喜歡 或者其實是藝術界 用藝術平藝術 用藝術作品平藝術本身 我不知道是不是講這個內容 但是嘉賓就一定要介紹 這個就是Roger 就是李敬衡博士 李敬衡博士 為什麼要介紹他 李敬衡博士 就是小弟初初去學哲學的時候 的啟蒙老師 所以我是非常之喜歡 就是聽李敬衡博士講哲學的 也都很大眾化 很好聽的 所以下次又有總監 又有啟蒙老師 是的 李敬衡博士 真的不行 沒錯 下次我一定會在網絡旁邊 看著這個節目的直播 好 多謝各位 也要多謝Dr Lo 今天來和我們講解這個 好 今天的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我的福音 ,你想... 是的 按unkt 五個星期再見